現場已經非常多媒體記者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Note 9的時機 好 大家好 我是雲霸 那剛剛帶大家看過Note 9的外觀 現在來帶大家採訪一下Galaxy Note 9的產品經理 Michelle 大家好 那這支Note 9的話有很多新的特色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可以看到我手上的這支Note 9 那基本上它現在是在螢幕鎖定的狀況下 那S-Pen呢我只要這邊長壓我的鼻鈕 就可以自動啟動我的相機 那按一下就可以做一個拍攝 按兩下就可以切換一個前後鏡頭 我們這裡有一個設定的部分 設定的部分剛剛我是長壓可以自動啟動相機 其實我點進來 我有很多APP可以去選擇 那像比如說Spotify 或者是有一些Serv Party的軟體 在我們做遙控的時候 也都可以去做比如說下一手上一手 或者是掠過等等的 像大家常用KKBOX這些 其實我們都可以支援在這上面 那你都可以自己去設定說你的動作行為 所以其實是非常廣泛 甚至是簡報 或工作用的也可以這樣 在衛型上的話可以看到其實我手上這一支是大家 意想不到的配色 這是一個撞色設計 一個深藍色寶藍色的銀色搭配一個很亮黃色 所以現在是蠻時尚流行的一種搭配 那在邊邊的話可以看到這次我們有一點做鑽石切割的一個 讓你的握桿會抓得更緊 因為拿得穩你要寫要畫就會更實在這樣 那其實這個撞色設計除了在外觀之外 它還有衍生到一個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有一個手寫便利貼的功能 那這次手寫便利貼不陌生大家都知道會叫出這個小黑板 但是這次寫的時候 它顏色就會跟你筆的顏色一樣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買的是紫色或者是古銅色 那你的筆的顏色也是那個顏色 寫出來也會是跟你筆的顏色一樣 就算一個生活的一個小情趣吧 寫便利貼不止無聊 我還有一個不一樣的顏色跟別人做差異這樣 我們到所謂專業模式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有可以調光圈 像這個點下去你可以切換1.5或2.4 那我在切換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這邊的鏡頭這裡 它的硬體是會直接做切換的動作 所以這一次我們還是一樣有提供雙光圈 那我們也有雙鏡頭 那雙鏡頭的情況下 我們也都有雙OIS光學防手震 所以其實過去很好的一些DNA 我們都有傳承下來 然後這次又再把它upgrade 它的一些軟硬體的部分這樣 好 現在很多家都有做超慢動作 可是三星的就很不一樣 那我們請美修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三星的超慢動作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三星的超慢動作是希望大家很輕鬆就可以拍下來 因此我們有內建陷阱快門 也就是當你預期這個地方會發生一件事情 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比如說跳水 滑水道 跑步到終點的瞬間 這時候你只要事先設置好你的陷阱框的位置 當目標物跑到陷阱框內之後呢 就會觸動快門拍下最珍貴的超慢動作的影片 那拍完之後呢 會立刻幫你合成一個背景音樂 你還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選 有三十五首的內建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自己手機裡喜歡的音樂 此外呢還有一個更特效性的 拍完之後它會立即有三種模式 一種是順向的慢動作 或者是逆向的慢動作 甚至是來回播放的慢動作 因此讓你方便快速打卡上傳 然後即時分享你的一個趣味 或者是搞笑的影片跟你的朋友或家人分享 那我想問一下 在三星的超慢動作 這次在畫質上面有沒有提升呢 這次我們維持是在HD的畫質 那主要是希望大家在不同的一個 interface的介面都可以快速的上傳 歌曲 選歌曲的部分 這次大概有幾首呢 目前內建有35首 那你也可以替換成手機裡自己喜歡的歌曲 Node 9 跟新的 S Pen 它的綜合的應用 到底在生活上會變得有多實用 好 像我們現在到客戶端 可能去做一個簡報提案 其實不用帶筆電 我只要有手機透過HDMI線 連接到螢幕之後 S Pen的筆扭就可以當作簡報筆來做操控 按一下就可以到下一頁 包含動畫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我按兩下呢就可以回到上一部 或者是回到上一頁 所以這些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調整 這一次呢看到螢幕我們會想到 三星有一個DEX的功能 可以把手機看起來很像PC一樣 那以往呢我們需要額外增加一個設備 這一次呢其實很好用的是在手機上面 我們現在拉就可以看到 Samsung DEX可以供使用 因為我們把Samsung DEX內建在Note 9裡面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提供給消費者 不管是在生活的應用上 或者是工作應用上 都有更多元的使用方式 而且比以往是更輕鬆更方便 簡單就可以出門的 到這邊 我們走吧 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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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燒